今天有遇過可惡的小三嗎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是聽說在大陸的小三啊 而且呢 我跟你講現在時代不同了 小三其實沒有像以前都沒在怕的耶 那我最近在電視上我想大家都有看過 就是有那個小三啊 他直接去找大老婆 然後把大老婆揪出來 然後當著他就罵你 這個醜八怪 你說兇沒兇 說臉沒臉 你憑什麼跟我爭 然後就把他打趴在地上耶 目前聽來這個最誇張 有更誇張的嗎 來 我幫白雲點好了 就是吳淑慧那個 抓肩時小三嗆大老婆床上功夫不好 怎樣 嗆這麼大 請說明這個故事來 一般來說我們在抓肩的時候 他們都會把棉被啊 都會蓋起來 都蓋起來 這小三真的是真的都不怕喔 他就光溜溜的 站在大老婆面前 就這樣嗆他 怎樣我身材比你好啦 我床上功夫比你好啦 怎樣 真的啊 真的啊 你有把他錄下來嗎 有啊都有啊 我們都有啊 你那麼想看 那那個大老婆的反應是 他一直在哭啊 傻眼吧這個 傻眼 那個傻眼 那老公怎麼說 那旁邊的老公呢 坐在床邊啊 不敢講話對不對 都不敢講話耶 不要胡說啦 不要胡說啦 你怎麼可以強調這個呢 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 可是我最近聽到一個判例 一對男女 就是那個老婆 就別人老婆 跟一個男人在泡湯 全裸被拍下來一個照片 法院判他們沒有通姦 對 因為他分察官 檢察官說那個不成立 對 這樣還不成立 不然是要怎樣才成立 他講的是刑事的 OK 那因為在刑事的認定上面 必須有異性的信息 信息的結合 或者是你有使用 我怎麼拍到信息的結合啊 對 怎麼會那麼巧 你把門踢開的時候 他們就會分開啦 當然 有的是要看自己 那怎麼能夠弄到他們的結合呢 那不然你要有那個保險套 或者是衛生紙 或者是你的床山上 他要有手要物證 一定要有物證 要物證 那他雖然說 他這樣子形式沒有辦法成立 但是他可以走名詞 手名詞 手名詞 對 手名詞 手名詞的親權賠償 妳對誰的故事比較好奇 我要看那個什麼君 湘君 姜君 姜君 姜妹濤嗆大老婆 沒有我妳早就離婚了 就是其實我抓到的小三 後來委託人才知道說 原來她是她的姜妹濤 等於是這個他們在 她是姜妹濤 對 就是很推心自腹 就是什麼心裡話都會跟她講的 包含她 那時候那個姜妹濤演戲也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她都不曉得她連她心裡面苦水 都會跟這個姜妹濤講說 我懷疑我老公外面有女人 那個姜妹濤還會安慰她 說真的沒有這回事 不要胡思亂想 沒有這種事情 這些然後還會跟她講就是說 結果 等到他們抓到之後 她居然直接講說 難道妳不曉得妳老公早就不要妳 要不是我 妳早就離婚了 妳的小孩什麼錢都拿不到 什麼沒有生活費 她們沒有離婚還是她幫忙就對了 對 因為這個姜妹她常常在勸這個大老婆 沒有 她是勸老公 不是勸老公 她是勸老公 她安撫老公 就叫老公不要跟她離婚 對 拿先生的錢養小王 就是我這個是男生的 這個委託人是男生 等於是她長期在大陸工作 她是一個胎商 然後她一直就是拿錢回來養家裡面 給老婆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們抓到發現的時候 她老公公開始懷疑是 大概六個月前才懷疑 結果後來抓到她自己坦承 連對方的家庭 這個男的二十幾年不用工作 都是這個老婆拿錢給對方 包含對方娶妻生子 妳的小王就是小狼狗的意思 小狼狗啦 對 這個大老婆還幫這個男人 付所有的家當的費用 還讓他娶妻生子 什麼啊 厲害 還二十幾年耶 二十幾年 活到老你到老啊 對啊 跟老人眼睛一樣耶 而且從小王一直養到變老王 對啊 真的是莫名其妙 而且她連小小王都養 小小王 對啊 小孩啊 好 白雲對誰的故事比較有興趣 那個 直接 直接寄照片想扶正那個是怎麼樣 什麼意思啊 非常簡單的 簡單 快速餓藥 OK 對 這個就是小三呢 直接把她的相片 跟男委託人 男背察人 就是她的 就是這個男人 外遇 對 他們外遇的親密照相 相片直接寄給大老婆 OK 對 閒時的親密照 對 寄給她的原配 好 但是這個故事 我一個男生來 比如說老婆來講的話 你看到你老公跟其他的 這女生搂搂抱抱 這樣你就認為很 可能不只是搂搂抱抱 不是搂搂抱抱 是什麼樣的照片 什麼照片 好 這個相片是很特別 這個小三呢 她一直很想懷孕生小孩 想要有名分 OK 所以她寄的那個相片呢 除了她跟這個男生的一些 閒絲照之外呢 還寄了小孩的那個 就是超音波 超音波 3D超音波 對 大老婆說她要名分 我問你喔 通常大老婆看到 第一張照片的時候 都已經掛工 都已經崩潰了 可是你們還要做心理輔導 對不對 要叫她 就是 要撐住 撐到最後的結局 那一段過程 怎麼樣去輔導她 通常 就是不要打草精神 因為在一些小細節裡面 這個是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忍耐 那在這當中 我們就是客戶很好的朋友 我想很多她心裡面的話 不敢告訴別人的時候 我們隨時隨地24小時 都是她最好的朋友 對她 那徐佩琴 徐小姐 妳做了六年 妳現在的好朋友應該不少 謝謝 妳現在是很多人的好朋友 都是傷心的那些好朋友 來 那個 王思佳妳對誰的故事比較好奇 那個什麼 世紀敗露然後還 說自己肚皮比較真氣 來 請說 我這個案例是這樣子 我的委託人其實她 當初懷孕生下的寶寶 並不是很正常 就是小天使 對 就是小天使 那麼她必須要陪她的兒子 去做一些開發 對 潛能上的開發 那她真的很辛苦 那她自己也有開服飾店 後來呢有一天 我的委託人的老公 告訴了我的委託人說 我外面欠了一大堆債 那麼妳先跟我假離婚 我們簽了離婚證書以後 離婚協議書以後 以後債主就不會找妳了 脫產啊 對… 對不對 先算決關心 債務就不會到妳身上來了 對 講得很合理啊 這都假的 那麼我的委託人呢 那時候還好沒有簽 他只是在質疑 質疑而已就找到了我們 那我們幫他偵查的結果是 我的天啊 根本就不是 他老公在外面有什麼負債啦 有什麼高利貸啦 完全都沒有喔 沒有 直屈烏有就對了 是 然後呢 當我們找到證據 也抓奸在床的時候 這個小三啊 竟然跟我的委託人講說 嗯 我的肚皮比你增氣 起碼我不會生出一個有問題的小孩 我不需要 這好傷人喔 我不需要陪他去做復健課 我不需要陪他一起去 這個好沒有道德喔 真的是好傷人 而且他還大剌剌的告訴我的委託人老公說 你選我就對了 你選他 你就是因為選他 所以你的孩子生出來才這麼不健全 這個好 我覺得這個人好狠毒喔 對啊 男人外遇回得來 女人外遇就回不來 男人啊是多情但情長 可是女人呢是專情但絕情 你還做了結論欸 對啊 你對邵希有這麼深刻的感受嗎 我是對男情 喂 喂 我